先把一千七百多份的 巅放战啊 咱们这个遍路兑现 狂铁啊 辅助是这个鬼谷子 这一击不会抓我吧 这中路辅 这个辅助啊 他要是在中路不露视野 咱就别和别和这个鬼谷子打了 容易被抓 我感觉抓我的概率挺大的 这前提一抓死 打这狂铁一点玩的 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真没露视野啊 这狂铁从这河道过来 真过来抓我了 这开局丢河蟹了 是挺难受的 丢了一个河蟹 这个就挺关键的 其实 本身这个前提啊 程晓军说把他打狂铁也就挺费劲 我就只是一级的时候 打出点优势 他这么一抓吧 你看现在都没露视野 都不敢出去 那就接着塔下情线呗 他还把这三个血友珠给翻 这赶紧把这种兵线抢了 这把我们的这个阵容 应该是还算是没有对面好吧 我觉得 他没什么技能 这不打这一把状态 一技能直接走 打狂铁开局先出三个不假吧 要不然没法兑现 前期你看别别看没把咱抓死 但是无形当中就给到了咱们的压力 这韩信你说刚才都往下路刷了 他直接奔中路就去 他不应该过来漏 你起码漏个视野给点狂铁的压力 是不是 一点没过来 慢慢打 这种情况下的话 只能看狂铁给不给咱们机会了 河蟹又丢了 还好 差距不是大 赶紧清线 狂铁二就能空了 这波再跟他打吧 其实也没啥用 不好单杀 主要是 这波他没大 但是他满能量 直接开大招给个鸡飞 好 刚才那波 我要直接上 不打这传送花就好了 这哥们直接传送 我还传送不了 我手里没大 刷包小野吧 男buff咱就别想 这鬼骨子又来了 这种情况下 咱们就是慢慢发育 这波兵线千万别弹 鬼骨子拉着就是 就是个死 往下路来了 他已经 当然过来 这波好像也没什么用 直接走吧 现在 被压着打 倒是没事 经济差距不大 就是能打 该发育就发育啊 别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下路这波是没有人的啊 狂铁应该在中路 我们直接断线就行 别说这个分段不高啊 我跟你说这个 狂铁不好说的 我都认为他玩的还挺好的 他在下路 请线 咱往中路去 看看能不能抓拨机会 张良死了 张安 回头空了一下 一技能上来给减速 这不扯呢 没什么输出啊 后一大招 拉不着 狂铁过来了 看看能不能守一下 这个海悦吧 哎呀 这小机会给的 真到位 0-5了 这都 张良凭什么死了三次 凭什么 0-3了 咱说这个 这队友应该 不应该这么打 其实啊 正常来说 你这射手抓不出来优势 你还帮着 有啥用啊 你帮我多好啊 是不是啊 我这把就说 把人前提打的算稳的了 没给对面这个打野辅助机会 要不然这把咱也得死后几次 这辅助就始终跟着射手 跟着去吧 我看这位射手 你能不能翻得了盘 交惩戒 这波凭A加 二里能回血 哎哎哎哎 还行 哎死不了 我一心子 这个就容易来人呢 啊 先跳回来 大招好了 把这波兵线轻了 再说吧 狂铁咱是打不过了 现在 这把还好啊 咱开局先抽的这个反奖啊 这没啥发育的机会 主要是狂铁我自己一打一 我还要防着点 对面这个辅助打打野他的 他不是说一打一 就这么简单的事啊 狂铁又去 这张良又死了呀 这把确实是个逆风鱼 已经看出来了 中路一台已经没了 猴子这波还抓不死吗 还行 抓死了 这波还能打呀 一技能踩上来 直接开大招 没有输出了 先把这兵线再清一下吧 不容易啊 这打了这么半天 终于把这反奖给做出来了 这把咱还是啊 得这么说 能带线就带线啊 能能这个发育就发育 咱还是尽量打自己的啊 别和这个队友掺和 下路要被抓子 这含血 直接往回走吧 我就不了他 哎 这这个家罗呀 踩上来 就开大招 我还没有不死鸟 哎 一开始 我以为是这个海月呢 我先 整蒙了给我 这猴子都跑了 这把这真要数啊 真的 从这边就看出 你上一波海月撕血走啊 这波猴子撕血 这晚上有时候气筒 都不让你赢啊 你这没招啊 二杠十 有点意思了啊 咱别说队友玩的好也不好 其实队友啊 就不应该这么打的 是不是啊 你这射手打出来优势 果断就放弃啊 越帮了他越帮 没有用 你前期都帮不出来优势 你还指的中后期还能帮助优势 对不对 你要说大后期保折手还行 现在你越保折他越不 咱现在也是果断换线啊 下路已经没戏了 换一种思路吧 这波也是要死的 那没办法 这波死了 帽子其实也不归 下路一塔应该是可以拆的 反了骂了 其实这个蓝反不反 他不反 韩兴没蓝还真不好打 能不能把这下路一塔拆的呢 这波签字啊 也别说没用 也挺好啊 要不然这韩兴这蓝办法还真没了 该换思路咱就得换思路了 3-12 还好吧 对面制裁已经做出了 就这种局面啊 其实整体经济没有落后 对面特别的多 别看咱们战绩不行啊 你说对面一打一 现在谁能担啥的了我 是不是 可谁他也不行 包括这个皇帝 为啥说前期我不可他打 这不是嘴硬啊 兄弟们 真真不是来人了 这又来人了 直接走啊 真不是嘴硬 这韩兴上路就接着带呗 你把那一打拆的不行 这个费劲 这看小队头明显的 这人都可下路 这波张良控住了 先把这加罗秒了啊 一技能踩上来 直接把这波团战给他开下来 我就感觉对面这少人嘛 是不是啊 空姐打我 给我击飞 一技能我再跳回来 这波打过来了 猴子再来 他不合适 这空姐已经没状态了 零换二啊 这波挺舒服 下路接着代谢 他这是塔下吃了个药包 这猴子能不能抓一下 能抓的话就还行 这个蓝拔二不杀了 直接反啊 先反蓝 狂蝶也是要过来的 不好杀 反正这狂 咱还是该发育就发育啊 这波别着急 先把这下路一塔给他拆 海月已经跑到上路去代谢了 7-12 拆高地坛 我觉得都不好拆 我感觉 哎 又给空住了 是吧 哎 瞅着架势 好像有机会能一波啊 还行还行还行 生了猴子 猴子直接死了 这不真就一波了 我下路兵线已经拆了呀 哎 这把赢的 有点莫名其妙了呀 我零杠二 我一个人头没拿着 这把真赢了 真翻盘了 这真就是这一波的事啊 我后期这个打法也没毛病啊 瞅着是一波不了的 对面给机会了 这那波团战开的好 那这把赢的真莫名其妙的啊 6.9 评分 哎 反正能赢就行吧 我不知道你们遇没遇见过这种局面啊 我感觉我应该是第一次遇见 就翻盘翻的这么快的 那么然后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我们有缘 再见